今天是因為我應以色列外交部的邀請到以色列訪問 當然是拜訪了幾個以色列重要的組織 當時就決定說雙方要增加我們之間的國際交流 非常高興,這次以色列特拉園部的代表團 執政代表團來談訪問 有三個老師還有21位學生 來訪問我們台北市在智慧教育、國際教育 還有製造者、教育、Maker 這些畫面的一些情緒 非常感謝耐國中 擔任主要接待的學校 今天掃掃看一看 不管是機器人、ARVR、雷射雕刻器 我想跟這些在以色列的同學互相的交流 當然整個事件要成功 感謝我們國務組、國際外交事務組 還有教育局 還有台灣駐以色列代表組的聯絡 當然還有以色列特拉維吾斯政府的工作 也要非常感謝中文高中 提供落地招待 因為這來自以色列三個老師 還有21位同學在台灣的吃住 我們中文高中有負責接待 謝謝他們 上來我們台北市也會選派 我們的師生的考察團到以色列去 我們希望透過台灣跟以色列這種實質的國際交流 可以讓台灣跟以色列有更明顯的戀動 事實上我也交代我們這局長 因為去年我們大概 日本高中生來台灣畢業旅行已經到5萬10,000名 我們會再繼續扣打 我們透過這種國際之間 學生之間年輕人互相交流 讓台北成為一個 正國系更富裕的城市 這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今天以色列來自特拉維吾斯的朋友 算是一個台灣 這個方向我們會繼續努力下去 好 謝謝大家